當初您為什麼有那麼強的動機來學好英語? 不是後來等到我呢,受到一位曹同學,也就是我考不上大學 在軍校的這位曹同學,用很流利的英語跟當時的所謂的cadets 從 the west point,也就是西點軍校的這些同學 在他們在講話的時候,讓我震撼 所以我說,因為那些美國人呢,對他很欽佩 所以,我才知道說,如果能夠講英文講得非常棒的話,也讓美國瞧得起我 這個小小的一種自尊心,或者是你虛榮心吧,驅動我來開始講學習 但是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並不是說一下子就成為很發奮的一位學生 我也曾經遭受了錯誤,就覺得好像花很多東西 怎麼樣學好都沒有進步,所以也曾經想要放棄過 不瞧您說,巧不要,我曾經有半徒曾經學過日文 那因為我發覺,我自己覺得花很多東西 一輩子沒辦法講得會跟曹中學一樣 而且我好像單字沒有會跟怎麼樣的記不起來 所以,那在學日文的時候,是受到我們在高雄一位美濃的一位同學的影響 我還叫出他的名字叫鄭傑光 因為美濃我們大家知道,聽說到現在還是一樣 一不曉得一個磚頭,一砸上去就會砸到一個博士 因為他們客家的鄉親很注重的一些學術 所以沒想到我們鄭傑光呢,也是受到他家人的影響 所以原來就會是教日語,所以他一直拼命地學獨一語 我說,你日語講起來還蠻好聽的 他說,要怎麼學,看書啊就會啦 我就看書,結果沒有聲音 只會學平假明片假明假,啞一啞學語這樣下來 等到我跟日本人,在陽明山的花中跟日本人講話 一講,日本人聽不懂我講的話是,我很挫折 下山走路回來的時候,我說,我還是學英文算的 所以我曾經有這個想想的一個插曲 再問曹同學,有什麼秘訣沒有 他就告訴我,你太齊了 英文是絕對沒有一步登天的 你發音不行,你就好好從音,發音開始 好,我就才開始這樣,發音平常人 就一路這樣過來 他當時是針對我的動機 我當時做這樣的演化 好的